比亚迪圆PLUS的做套安装视频 这个是手上的是一个副驾驶的靠贝 我们现在开始安装 当我们在安装的时候 先拍靠贝在安装时 可以先把原车的给它放倒 找到一个合适的角度 做套套下去之后 咱们有些细节可以稍微的调整一下 调整到位之后再去固定 前队 这上下两块是要粘到后面去的 我们在安装时要塞到后方 最好是安装时有两个人可以帮忙的 现在后方拉过来之后 都是要塞到我们这个原车里面的 给它粘住就好了 下方也是一样的 我们是随着这个包装那里面会有这种小的塑料卡盘 前面下面是用这个塑料卡盘固定 卡好之后就可以塞进去塞到桌椅的缝隙率 前面这个下方 这么是两个铁枯子 安装时我们再装到那个底座的铁丝上 不要影响原车这个电线 这是前排的副架视频装好的一个效果 其他口是朝外的 比亚迪圆plus这个前座 咱们一个前座的安装视频 这有两个包包的棉包 这个是在外侧的 在咱们这个carbin这一侧 安装时一定要区分好了 先把这个塑料卡盘给它装进去 我屁股卡 卡盘也是一样的 跟前面一样塞到这个缝隙里面 给它卡进 卡盘卡进去之后 我们要把这个整体往里面推 前方还没有到位 前座 前座这个内侧是有两根松紧带 加一个铁钩的 我们要给它拉下去 挂在这个后座前座的这个铁丝上 然后这个外侧 外侧只有一根松紧带 我们需要从这个缝隙里面传下去 塞的时候要尽量注意一点 这个地方拉好之后 整体效果它都是比较偏紧凑的 如果这根松紧带不装的话 后期可能会有点会疑味 外侧是有两个面包的 我们要给它卡进这个塑料的缝隙里面 可以用手直接卡 也可以用这个塑料铲 这边这个松紧带 可以从这个缝隙 走到这个塑料壳这个位置 这里可以直接下去 我们是拿铁钩 也是一样的 固定到这个前座的底下 挂在铁丝上就好了 前方 前方也是有两根松紧带加铁钩的 也是固定到这种铁架上 不要挂在电线上 前排这个辅佐箱套的一个安装方法 松紧带从这个辅佐箱套这个下方穿过去 有两根的 这个是后排的一个大背 安装之前先把后方的那个拉链给它拉开 后排这个后大背 先把这个塑料卡盘给它装上 安装时先把这个中间的安全带给它多拉一点拉出来 把我们的产品从这个安全带这个缝隙里面穿过去 套下来以后咱们这些孔位要给它对准了 然后把这个侧边给它理顺 理顺以后 这个中间这个拉链给它装好 后方是有一条魔术贴的 黄色布条丝掉 粘在原则上 这个外侧是有一根后背放到的一个支带 要给它掏出来 头整这个孔的话 我们需要把这个卡到原则塑料这个下放 细节调整好之后 把这个塑料卡盘塞到这个座椅的缝隙里面 整体微调一下即可 后排底做了一个安装视频 后排底做 安装时先把这个塑料卡盘给它卡进去 先把卡盘塞到这个缝隙里面 现在这些细节要调整一下 卡盘塞到位以后 这些侧边尽量给它推平整 后座这个侧边 我们用的是一个黑色的塑料卡扣 直接插到这个座椅 一根原则这个缝隙里面就好了 一圈的话都要给它塞进去 后座整体调整好的一个视频 后排头整的一个安装方法 调整好以后 前后这个魔术贴给它粘住 整车安装好 注定了一个视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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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 minuten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